NEDC的续航比较长 去哪儿都没有这个里程焦虑 快冲需要两小时左右 比较慢 在后排想敲个二张腿 都是比较轻松的 二张腿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身体重心是改变的 有可能会有发一些疾病 我最开始的购车预算是25万左右 我对比车型有SUNG PRO一位 唐一位 蔚来的ES6 最终选择NLX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续航是这个等级别最优秀的 这辆车我平常是上下班代步 上下班来回的里程是40公里 光只是上下班的话 我觉得半个月一冲都没问题 这辆NLX的续航呢 首先它的NEDC是650公里 经过我的自己实测呢 它的冬季续航大概在500公里左右 夏天的续航我觉得600到650之间吧 这辆车的保养 那首先它是5000公里是手保 5000公里手保是免费的 第二次保养呢 是15000公里 大概是200多吧 我觉得价格也不算特别高 这款车的优点呢 首先是它的外观 外观比较这个年轻动感 然后其次呢 是这辆车 这个中控 有这个中控导航 然后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这辆车的NEDC的续航比较长 去哪儿都没有这个里程焦虑 这辆车的后排空间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首先腿部空间 两拳加两指的距离 在后排想翘个二两腿 都是比较轻松的 还有它的后排的这个地板 是纯平的地板 后排要做个小孩啊 还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它的头部空间呢 大概是一拳左右 这后排空间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认为这辆车的缺点呢 首先就是它的性价比不高 在27万这个区间里面啊 它的主动安全配置 不如同级别的要高 第二就是它充电速度比较慢 快充需要两小时左右 慢充需要12到13小时 第三个缺点呢 就是这个车没有后备箱的 一个物理按键 开启后备箱 有时候会很不方便 去过最远的地方呢 应该就是命运的古贝水镇 和怀柔的喇叭沟门原始森林 一次充满电去的 先去是鲁酒镇 然后第二天又去的喇叭沟门 一共行驶了 来回行驶了400多公里 剩余电量是35% 续航还是挺令我满意的 肯定会考虑这个续航 还有空间 当然我家里边有这个充电桩 我可能会选择1000万 因为它既能充电 也可以消油 然后空间也足够 我们下回事 你也有这种 但是我就想着 又有最后这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